最新消息帶您來關心 又有藥品要退出臺灣了 衛福部食藥署昨天表示有五款的藥 因為未來的供貨 不確定等因素 預計陸續在今年底 明年初撤出臺灣市場 其中就包括了高血壓的用藥 節字瑞定 普希尼持續性藥效定 還有艾滋抗病毒用藥 諾意亞摩伊定 治療青光眼的眼藥水 還有過敏性鼻炎的吸入劑 尤其兩款高血壓藥 一年健保就用掉了超過四百三十四萬 克 影響不少 但是食藥署說 這五款藥是普遍性的用藥 替代藥品至少有兩三款 因此民眾不用擔心無藥可用